哈囉大家好 去年11月中華電信宣布買下 亞太電信的900MHz頻段 將在1GHz以下低頻取得連續20MHz的大頻寬 到今年5月中NCC終於核准通過 亞太電信也於6月底正式完成頻譜改配作業 那麼中華電信拿到亞太的頻譜 究竟會怎麼運用呢? 當時我們列出三種可能 第一是開出5G的M8頻段 二是7.5分別開4G B8和5G M8 三則是開出兩個4G B8 你可能會說不是連續頻寬嗎? 為何不直接把現有的4G B8擴平成20MHz就好? 這點還真的不行 根據3GPP的頻段技術規格 對於LTE Band 8也就是900MHz 目前最大只支援10MHz的頻寬 即便是方案3開出兩個B8 也是較新的版本才納錄的規格 但現有的設備可能也都尚未支援 而對於5G的M8 雖然可支援一次開出20MHz 但中華電信的5G初期建設規劃 是以N78 3.5GHz為主 N1 2.1GHz為輔 並沒有將N8給列入 所以結果就是上面三種假設都失敗了 既沒有開5G M8 4G B8也無法進行擴頻 那麼好不容易得來的頻段就這樣放著嗎? 我也不清楚 但我不死心 每天時不時還是要來個掃屏測一下訊號 直到某一天 在美術館散布的時候 刻意鎖了3G Band 8 結果居然有訊號 當然中華有拿900去開3G 這並不稀奇 上回我們測試 雅太Mocan的時候也有對比過 不過900的3G開在市區裡 還真的就比較少見了 更何況我看當下 4G Band 8 屏點是3650 也就是10MHz全開 這樣3G使用相同頻率 不會彼此衝到嗎? 就在我覺得疑惑的時候 才驚覺到 這個3G屏點是 3087 不對啊 3087 這不正是從雅太得到的新頻譜嗎? 所以中華把雅太的頻段拿去開3G了 哇 這下太狂了 於是乎就有了第四種運用方法 剛剛說到中華在郊區及山區 會把900MHz切一半 5MHz作為4G Band 8 屏點3625 另外5MHz拿去開3G 屏點3037 那現在中華可以把3G移到從雅太得到的頻譜 也就是這個3087 而4G將可恢復回10MHz頻寬 屏點3650 也算是一種運用方式啦 當然這樣還是會有5MHz處於閒置狀態 畢竟3G頻寬本來就是只有5MHz 除非像Band 1一樣 開兩個頻段組DC HSPA Plus 但估計並不會這樣做 好啦現在就是要確認 中華目前是不是採用如此的做法 不過這3087好像有點不給力 在4G中也不是廣泛存在 所以我們將要和上回一樣 再戰苗栗斯坦名鳳古道 現在測試開始 畫面左半部是中華3G收訊 右半部則是中華4G收訊 目前3G連上的還是Band 1 2100MHz頻段 但隨著越往山內行駛 2100的訊號越來越弱 現在切換到3G900囉 可以看到 屏點確實變成3087了 不信你可以回去看上次的影片 同樣的站台上回還是3037呢 而對於4G Band 8 頻點果真全部恢復成3650了 OK測試成功 抵達斯坦 行程一如往常 又再去爬民鳳古道 吃仙山仙草 順便把上回沒測完的補一補 現在是在仙山仙草室內 首先再次測試 亞太漫遊邰哥大3G的速度 測得了2Mbps左右的下行 現在換測台灣之星 欸怎麼也掉到3G去了 可以看到台灣之星這邊3G也是900的頻段 就跟中華的策略一樣啦 郊區山上就是切一刀3G4G各開一半 所以4G頻點變成3575 3G則是2962 哇這個台星3G跑不太動啊 上回由於主要在測亞太3G Mocan中華電信 所以一直鎖著3G訊號 現在我們也來補測亞太4G 我們開飛航模式 再關掉讓它重連 呃... 結果亞太完全沒有訊號 就連在外面斯坦老街上 居然也只有一格 看來亞太偏鄉要漫遊台客大3G上網還是必須的 至於台灣之星 這3G訊號還行啊 怎麼就跑不動啊 好吧放棄 回台中吧 總結來說 中華電信目前仍沒有開出5G M8的打算 對於4G擴屏 只能採用開出兩個V8的方式 但也需等到設備支援 所以目前能做的還真就是拿去開3G3087 然後把3區的4G900 恢復回10MHz頻寬 網速渴望翻倍 在秒26線回程中 我也有車到 Band 8跑出50mm以上的速度 也算是很不錯了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等等 就在影片要截稿前 我突然收到來自北區的網友回報 他收到了4G3750的頻點 也就是中華在四區 也開始要把亞太的頻段拿去開4G了 不過從畫面上看起來是沒有Band 8 2CA的 也不確定該環境中是否還有3650 這又要再早時間去實測了 可惜中區這邊目前還沒有觀測到任何3750的訊號 包含信令裡面也還沒有 倒是有一些站的信令還可以看到3625 果然新的頻段都還是從北區掀開 如果說還沒有開兩個Band 8 那目前開3750的用意 我覺得大概可能是為了降低 與台灣之星Band 8的干擾吧 如果你有觀察到最新的訊號變化 歡迎隨時來留言回報 非常感謝您看到這邊 我是愛蓁 下回見囉